圣诞前买的这颗蝴蝶兰花 最后一朵花也掉了 这会儿把水苔都清理掉 看一下那个根大致上还行 只是有一些根呢 就干了摸起来扁扁的一层皮 像这样的根呢 我就都把它剪掉了 摸一下还是有一点点硬的 就还留着 花杆的话也看起来还行 只是有一小截不太行了 一个侧压 我准备把这个刺牙剪掉 其他的呢就先留着 之所以这个花杆留着 一个是它看起来还挺绿的 另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季节 也比较合适 因为我其他的蝴蝶兰 也在陆陆续续的 长那个新的花芽当中 所以我在想 它这个留下的花杆 会不会就会再重新发花芽 因为我记得去年 大约也是这个稍微有点凉的季节 留着的花杆 最后全都重新发了花芽 有的是从侧面发的侧花芽 有的是从顶端继续往上长 又开了好几朵花 所以这个我就不想剪了 准备留着试试看 但是我也记得在夏天 就天比较热的时候 花谢了 我留着那个花杆的话 最后长的结果 就是不太理想 就是看起来长得非常缓慢 甚至又不怎么长那样的 所以后来夏天那个花杆 我最后是把它剪了 我想夏季让它休息一下 等到温度合适的时候 再重新长花芽吧 反正看起来它也不太像长的样子 找了个觉得大小差不多的盆 就准备把它泡到水里去了 这一棵 泡之前呢 我就把这个叶子洗了一下 因为我看着这个叶子上吧 有点沉土 然后就连根带叶子都冲了一下 直接又在水龙头上冲的 这花芯里呢 就会有点水嘛 我又找块纸 把花芯里的水吸了一下 叶子上的倒没太管它 因为这棵呢 我就是准备养在室内了 所以花芯的水 我还是洗干净吧 保险一点 另外把那个支撑杆也撤了 这么一个竹子的支撑杆呢 暂时也没地方插 又没有花 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杆撤了以后 也还是立着的 先找找看 如果将来真的重新长了花芽 需要支撑的时候 我再想办法 我不是说夏天的时候 那个花杆 我看它不太长 给剪了吗 我也没直接把它扔了 就这样把它插在一个杯子里 底下放了点水 看看它能不能插活 现在你看这三段的情况呢 是颜色三个样 一个彻底黄了 一个是有点黄 一个是还有点绿 底下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吧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就是我们买那个插花的时候 不是有时候 底下会有一个东西 把那些花都固定在上头 然后那个东西 好像感觉还有点吸水 就像块海绵似的 但是没有弹性 我只是正好碰巧手里 有这么个东西 我就带了一点放底下 就是用来固定这些花杆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 会不会最后成活 但是反正剪掉了嘛 扔掉也是垃圾 那么试一下成就成 不成也没关系 我之前在天气比较冷 差不多就是算冬天嘛 也有的花杆是剪了 我也有这么插过 都没活 最后就全部黄掉 我就扔掉了 这个呢是夏季剪下来的 也有几个月了 到现在为止 因为我看到还有一颗 有一杆是绿的 所以我就还在等着它 成不成的 反正再等吧 等到要么就成了 要么就全部 转成枯黄之后 我再把它扔了吧 那个杯子壁上那些水珠吧 不是我喷上去的 是自己挥发粘的上面的 我是放在北窗下 悉尼的这个北窗是向阳的 玻璃是透明的 所以它可能有点像个小暖房吧 白天太阳晒得暖暖的 我上面不是盖了个盖嘛 所以那水汽蒸发跑掉 就在杯壁上 沾了好多水珠 这个是朋友送的一颗 所以又有花看了 我自己的那些还在发芽 还没有花 好多水珠